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把这个所得税有可能都会搭上 在这儿呢 主线啊 主线是非现金专题 以它为主线 然后搭一些其他的东西 来 上 接着搭 看看它的标题 存货固定无形投资性房地产 这就是常规非现金专题 加资产减值债务重组非货币外币 我们在这儿甚至把租赁都搭上了 来 看看这个 假公司是房产开发企业 对投资性房地产用公寓模式计量 这是个考题 14年的 06年初 假公司以3亿的报价 买了一栋 以达到预定用途状态的公寓 是1万平方 每平米单价3万 预计寿命50年 净残值为零 这个买楼当时就往外拎了 3个亿啊 3个亿 06年假公司出租上述公寓的租金是750 费用支出为150 不含折旧 这句话说的不对吧 你这是公寓模式 你含啥折旧啊 市场上发生变化了 他把这个部分公寓给卖了 出售面积占20% 卖了个6300 所售公寓在06年底办完了过户手续 06年底的供应价是每平米3.15 最新供应价3.15 我天哪 没了这叫 你确定这是考题 这还是真实14年的原版考题 但这个题考的有点忒简单了 14年多么幸福的一年 按照税法规定 计算应税所得 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 按他的买的成本 和预计寿命50年来计税 持有期间的公寓价波动 不计入应税所得 处置时按照他的税法的口径 算处置损益 税率比25% 看他问啥 没别的事发生啊 走第一步 编制06年初 06年底跟投资性房地产的相关 买的公寓变动的 出租的 出售的相关的账户处理 这个简单 买 借投资性房地产三个亿 带银行总款三个亿 拿下 等会儿 他那个卖剩下的是百分之几十啊 卖剩下的 我找一下 卖剩下的好像是80%吧 他说他卖了20% 你看他的最新供应价是 3.15的话是多少平啊 卖剩下的话呢 是 一万平的百分之二十 也就是八千 那他的供应价多少 你先算上这个 3.15 乘以 八千 两亿 五千二百万 2.52亿 来咱们对完了 接着看 那你这个是最新的供应价 对不 他当时的这个入账是多少 3亿的80%是2亿四 涨了一千二 接投资性房地产带供应价 变动损一千二 卖的这一项在这 这是卖的那个 百分之二十嘛 结银行总款待期 他又受了六千三 成本是六千 就是三个亿的百分之二十 这是收的那个租金 借银行存款七百五 带其他业务收入七百五 这是那个相关的 这个租赁过程中的代价 所以其他有成本 他这个没有折旧啊 因为他是公寓模式的 投资性房地产 公寓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 就是不折旧 不贪销 不测减值 没了 这个账很通俗 很通俗 第二步让你计算 零六年底的账面和 计税和暂时性差异 咱直接说了 他本身剩的那个公寓的 最新供应价是25200 然后他的计税基础 看啊 这是那个起点 起点快税都一样 这是那个税务局认为的年折旧 这是他税务局认为 这个折余价是这么多 80%就是税务局 剩的是23520 你这儿差的是1680 当然是应纳税差异了 哎 这个就有意思了 你看吧 这个他把这个升级的 所得税的一些相关指标计算 当期的应税所得是多少 哎 这个好玩 税务局认为 你卖的这个6300 认不认 认 但是税务局认为 你卖赚的这个额度不对 他得用他的那个折旧口径 算出折余价 然后卖他的损益 卖他的损益 到底是多少呢 等着 让我给你算一下 这是他认为 卖的这个部分的 真正的占媒价 为什么是29400啊 因为他不是三个亿的 50年直线折旧吗 一年600 等着 折余价是219400 2194的20% 被卖的账面是5880 税务局认为 然后他和6300比较 税务局认为 这应该是卖赚420 这是计税的利润 得到这呗 然后750租金 150支出 这是他的正常折旧 哎呀 这个420加上750 减去150 再减去600 420的计税利润 25%乘过来 交税交105 你刚才的地盐 锁的税负债是多少 420 就是1680的25% 那你的锁的税费 应该是他俩之和 525 没错 借锁的税费用525 带应交税费 应交锁的税105 带边缘负债420 这个题是典型的 筑块的风格 就是一个点 看来是平淡无奇 然后他就不断地放大 不断地放大 按理说呢 投资性房地产的 整个计算难度不大 但是他一旦升级到 锁的税角度 就开始升级 尤其是他从锁的税角度 让你把所有的 有关他的锁的是 只把全算下来 那实际上 他就是拿投资性房产 作为一个蓝本 然后在这个技术上 发挥到极致 这种题是筑块的典型风格 再来 甲公司一般纳税人 增值税率13% 所得税率25% 预计未来期间 有足够的应税所得 抵减可抵扣差异 相关资料如下 买了一台 需自行安装的生产设备 增值税发票 买价495 增值税64.35 人工费5 安装完了 安装完了的话 他的入账口径是多少呢 走 495加谁 加500那就是500 这是年底到位的 对吧 那他从2013年开始折 甲公司预计该设备 能用10年净残值为20 双倍余额地减法 所得税申报的话 是按照每年扣税48来算的 48 哪能算一下 他是哪年开始折 13年开始 2013 2014 先说2013的会计的双倍是折多少 他那个起点原价是几百来着 500 几年期双倍 十年期 哇天哪 十年期双倍 十分之二 投一年 这 十分之二 这个提100 这儿呢 剩400的折余 对吧 然后再来个十分之二 提80 然后这儿剩多少 320 再来 这提64 提64 这儿剩多少 320 落的是256 这是他那个 这是他那个2013 2014 2015的年底的折余价 他说15年底这不有简直迹象吗 可收回价 250 那你得提简直提多少 提6 提完6之后 什么上课折旧期五年 净残值是10 后头还用双倍算 人家税务局始终是48 始终48怎么算的 始终48 他是用500减去那个谁 他说的那个净残值是20 是吧 对 他说是480 除以10 没错 税务局始终48 始终48 你等着啊 我给你拉个单子 看一下他那个账面计税 首先刚开始的话 账面是500 计税也是500 差异是0 往下拉 到第一年底 账面是400了 计税呢 计税是500减48 500减48 落的是452 你看看 这出现了个52的科底扣 新增科底扣 52 一个 再往下拉 这个 那就是320的账 计税呢 452减谁 减48 应该落404 404和320差多少 差84 84和52差多少 差32 新增科底扣32 还是应纳税 科底扣 再往下来 这边调到250了 这边呢 404减去48 落的是356 356和250差多少 差106 106和84差多少 84 是84吧 没错 差22 新增科底扣是22 行了 这块准备的差不多了 没啥东西了 资料4 16年底 把它给卖了 卖了100 卖了 等会儿 卖的话 那就跑到 这是15是吧 在这卖的 对 在这卖的 16卖的 那年底 是不是账面纪是全0啊 全0的话呢 那你的科底扣 应该是转回多少 转回 算一下 转回106 应该是 OK 这题到底在问啥 来 先看 安装完毕的入账 这个简单 然后提检值 然后算账位计税 这我们刚才算过了 也是问提检值 折旧和后续的相关的分路 先看看 12年底的入账 500 借赛进工程 495 进向税 64.35 贷银行存款 559.35 人工费 借赛进工程 贷应付 职工薪酬5 然后安装到位 借固定私产贷 赛进工程500 1314年底 折旧 折旧这是100 这是80 刚才算了 走 分别计算 14年底的账面计税差 我们刚才算的14年底 来咱们找一下 咱刚才算过 14年底是吧 这 14年底 这 这 往下拉 这 一个320 一个404 一个是320 哪了 这 这 还有一个是404 账面计税差 可抵扣84 84 84的话 如果问低烟私产余额 应该是拿它乘25% 等于21就对了 15年底的减值准备 提的是6 刚才说了 解私产减值损失 带固定私产减值准备6 他问16年 提对了 这个我倒没有算 咱直接说了 250不最新的年出账面 5年双倍 双倍 2分 冲打家伙令开戏 应该是提100 但他16年底卖的这一项 是借固定私产清理150 折旧344 准备是6 固定私产是500 我给你把这个折旧 打个单子 第一次是多少 是100 第二次是80 第三次是多少 我会翻一下 第三次在这 第三次是64 这个咱们刚才算过 是多少来着 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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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嗯 拢一下 144 就是344 原价500 准备6 账面150 这是清理费 这是卖价 然后你可以把它打包 151直接转过来 肖像税53 然后这边赔了51 你可以怎么办呢 直接拿113里面的 固定私产的公寓卖价 是100几 公寓卖价 他说了吗 说的是100吧 公寓卖价 年底的公寓卖价多少 100 100的话呢 他当时的账面是多少 当时的账面 当时给的账面是150 那就赔一倍 再加上清理费 一赔51 对了呢 没错 这是这道题的一个完整串联 它是以固定私产的取得 折旧 减值 再折旧 然后卖掉这条线为主线 搭了个地盐锁的这些私产的计算 但是它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属于教学题 难度不大 再来一个 2010年12月16号 假以签订租赁协议 把这个楼租给了以租期为三年 投资性房产 年租金240 2010年底 他们这个楼停止自用往外令 后续用成本模式 46年尚可期 净残值20 你记得 凡是一整什么46年 什么48年 52年 这都是考题 考题可喜欢玩这个呢 这都是考题改到的 写的楼06年底达到预定课使用 原价1970 期限50年 净残值20 你等着 我看看他那个出租的时候 是10年底 对吧 他这个折旧提了多少时间了 出租的时候 1970 减谁 减20 是1950 初一几十年 50年 是年折旧39 年折39 你出租的时候 他已经提了四年了 这不46年了 还有46年 提过四年 那就是156的了一折旧 对 他出租的时候 那个账面是多少 156和1970 比他以上 账面价是1814 因为他后续用的是成本模式 直接原价换原价 折旧换折旧 没什么特别的 2011年初 收了个定金 240 这租金 然后把它 这是年租金 一年的租金 应该是240 一个月多少 一个月是20 没错 折旧呢 他那个年折旧39吧 月呢 39除以12 这一个月是3.25 然后在13年初 怎么着 他说改成公允模式 你看这题 改成公允模式 就有点意思了 这一天的公允价是2000 我们先把钱都弄了 待会再说这 来 先把第一组 转的分裸 先搞清楚 在10年底 接投资性房地产 1970 带固定私产 1970 这叫原价换原价 接累计折旧156 带投资性房地产 累计折旧156 折旧换折旧 没什么技巧 再来 年租金 240 月租金 就是20 收的年初的租金 就先把这一月 年度都收完 接银行存款 带预账款 对对对 这有个问题 这为什么不用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是单指的收入准则管辖业务的收的定金 如果是其他准则管辖的业务收的定金走预收账款 收入准则管辖业务收的定金叫合同负债 它是分开的 预收账款转 其他又收入20 然后折旧3.25 刚才说过了 借记其他又成本 代际投资性房产累计 就3.25 然后这是那个成本模式 转公寓模式 稍等啊 我得给你画一下 我们把时间点再拉一下 什么时候出租的 10年底 11年初吧 11年初 2011 2012 然后在2013年初改的公寓模式 对着呢 来来来 画它 这个起点是1814 这折余价起点 它每年的折旧是39 到这儿是多少 减俩39 是1736 公寓呢 公寓2000 涨多少 涨 264 264 涨的这个东西 来 直接往下拉 它这个考虑锁的税吗 不考虑 那不考虑锁的税 这就是会计政策变更累计想数 拉出一个26.4 是银公寓 未分是264的90%吗 是多少 23 7.6 搞定 借投资性房地产 公寓2000 累计折旧是234 因为它是整个39提了几年呢 提了6年吧 应该是 那是6年吧 39 乘以6 没错 这是那个原价 这是那个银公寓和未分 直接拆的 我觉得这个题的话呢 出的不狠 应该把所的税考虑进去 如果考虑所的税的话呢 那你这个差的264 你得先乘个75% 算出它的快捷政策 变更累计想数 在这个基础上 再乘10% 倒已经攻击90% 倒不一分 应该是这样 所以会更好一些 它这题出的不狠 后续就调公寓了 往前翻一下 在改完政策之后 调公寓 然后给卖了 这个卖价2100 调公寓的话 是调到2150 来来来 走 先说调公寓 调公寓在这儿呢 150 然后呢 这是卖价2100 借银行存款 带其他业务售2100 这是当时的余额 转其他有成本 然后曾经的公寓价波动 150 转其他有成本 没了 这个题 它这个题有的 出的真的很温柔 真的很温柔 没觉得它多难 你看刚才那个 连锁的税都不考虑 哎呀 什么时候我们能碰上 这种题就好了 来 看第四个 假公司是一家 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 税率25% 资产负债部诈法 核算锁的税 法定盈余公寓 按净利10%提取 每年税钱利润800 财报批准 爆出时间是次年的4月16号 假定09年9月1号 奢销一批商品给饼 这批商品的账面余额2800 售价3000 增值税13% 消费税率10% 饼公司因资金困难 到点还不了钱 债务重组 用它的产品 看 它这个产品就是设备嘛 那边当固定 这边当产品 产品的余额1800 公寓价2000来还债 13%的增值税 这边当固定私产 12月1号 半途的财产交接 重组这天的应收 公寓价是2260 等着 我们稍微的把它打个结 公寓是2260 对吧 它有别的吗 没了 它那个增值税多少 增值税 我看看 这个设备的增值税 2000的13% 260 那设备的入账 就是2000 对 应收的供应价 直接减进项税 倒几固定私产入账 2000 这个欠账方的损益 怎么办 欠账方欠的是多少 3390 抵债的产品的账面 多少 1800 加上销项税 260 这是它的账面代价 这是多少 这是2060 账账一几 形成其他税 是多少 1330 好了 我们看看这第一组 先把第一组做了 借固定私产2000 借信项税 260 应收余额是3390 这个1130 其实是它的应收的3390 和应收的供应价 2260到几的差 3390 减去2260 没错 1130 它没让你写欠账方的账 是吧 来写这吧 来看看欠账方的账 这样 欠账方借应付账款3390 带库存商品1800 余额呗呗 销项税260 就这边的近象 然后账面代价和账面的应付账款 去对击差额是1330 带其他收益1330 这是双方的债权账务的这个 债务重组案例 来看第二个资料 假公司将债务重组拿到的设备 用于销售部门 净参支是0 会计5年直线 11年底 等会儿它哪一年拿到的 09年底拿到的 11年底相当于提了两年折旧了 可收回价690 13年底的可收价250 拿到的这个设备从什么时候开始提着 就10年开始提的 原价是2000对吧 他说是几年 5年直线 5年直线 没残值 每年应该是400 走 400一个 这儿 400一个 在这个位置 它的折余是多少 1200 它的可收回给了个几 690 那它提多少减值 1200减690 500亿的减值 提完减值后的最新账面账 690了就 再往下拉 2012年 2013年 卡到这儿 这儿的折旧多少 你还有几年呢 你还有三年 690 除以3 这是230 这这个呢 这个也是230 然后这个点的账面多少 230呢 可收回呢 250 哎呦 恢复了 不确认 不用管他 这是他那个折旧态势 咱们先把这个对一下 因为他这题有点长 咱们先把这个对完了 11年的折旧 借销售费用 带累计折旧400 为什么走销售费用 用于销售部门 体减值是510 解私产减值损失 带固定私产 减值准备500亿 是510吗 往前对一下 没错 500亿 提完减值后的折旧是230 借记销售费用带累计折旧230 没错 到13年底 价值恢复不确认 所以说呢 维持原来的口径不变 行了 再往下来 我们接着往前翻啊 这已经说完了 往下翻这个 来再看第三个 假公司14年7月1号 他把这个设备 跟丁的专利 进行了非后不交换 设备的供业价230 增值税13% 专利的余额330 准备40 供业价300 这边没有增值税 假象以支付补价40.1 这肯定是非后不交换啊 我们直接说了 他的换出资产的供业价是230 然后 销项税是230的13% 补价40.1 你看看他的入账 专利是多少钱 230乘以 13% 29.9的增值税 价税是259.9 40.1 哎呦 整300 整300 什么时候入账的 7月1号 当年提半年的摊销 7月1号 5年期摊销 300是吧 除以5 一年应该是60 半年应该是30 结果在日后期间发现 这个摊销忘了做了 这是典型的年报差错日后条 我这串到这来了 难怪 这一看就是我出的题嘛 这个忘贪的是30啊 不贪呗 借以前年度代累计摊销30 然后这件事呢 税务局是认的 直接拿30 我看看 税务局它是5年还是6年 说了吗 税务局给的摊销口径 啊6年 人家税务局是6年 我说这个数好像对不上 税务局认为是6年摊 那你的应税所得就是少算的是多少 是50还是60 会计上是摊5年 税务上摊6年 你说你忘贪了 税务局认为忘贪的是25 25的25% 对没错 6.25 借应交所得税代替年度6.5 这是那个会计上 说是摊30 税务上摊25 肯定是可得会差于5啊 借低安私产代替年度1.25 然后这是净利充减22.5 银供期充减2.25 顺着往下一趟就出来了 这种提难度不大 就是较劲 就是较劲 这是咱们说的 有关典型的一个 从怎么说呢 债务重组 然后是固定私产折旧 提减值 然后非后不交换 然后犯错 还错在日后调整 做的一个串联题 这种题呢 就是四处的开始串 这是我们筑块考试的典型特点 筑块的考试风格 就是能串多远 串多远 好了 这个题认真的做一下 对吗 给你 用筑块的典型特点 做一下 对吗 对吗